香港歌手盧凱通 去年8月在住处追楼身亡 让大家都相当不舍 而她的摄影师老婆于静平 特别选在她的33岁名单这天 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来悼念她 因为她之前一直想说 他们一起办一个展览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选了一个 充满记忆痕迹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文字 那些文字就是她们 在2008年认识的时候 他们互相从email跟讯息 留下来的所有的是2008年 他们一直写email的第一封信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这些文字 一起去感受他们的一些点点滴滴 而展览的海报及内容 都是她不曾公开过的作品 许多新幼不仅送花篮祝贺 也在网路上转发讯息 和运势 荣祖儿等人 也到县城来悼念 我觉得小鱼她非常喜欢分享 她从Alan成长学习到任性这种事情 所以她也很任性地在她的其中一个作品中间开了一个洞 当你靠近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在看Alan的作品 但身上却是小鱼的摄影 很多的作品都是一种相呼应 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左手跟右手 所以当看得到她的画作的时候 另外一边或者是背靠背的就是小鱼的摄影 现场也打造了一个属于卢凯同的小房间 从乐器到摆设的家具都可以看出卢凯同的个人风格 而天花板和墙壁也都播放着凯同的身影 让人看了都觉得好幸福 这个影片都是小鱼跟Alan他们平常生活里面 用手机记录的影响 其实还蛮私密然后又很可爱 当我们愿意到这个地方 躺在她最喜欢的烂骨头上 然后抬头看她 因为她现在也在上面过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来这边很简单 然后很开心的很舒服的看看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